深秋的阳光洒向田野 乡间微风摇曳 迎来崭新的一天 王家村的清晨 安静 祥和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吕梁市兰县的王家村 这次我们拍摄的时间是秋天 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到吕梁山区的阵阵东翼 王家村是兰县有名的土豆村 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就是王家村的万亩土豆田 到了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这里的土豆花连绵成的花海 微微壮观 很遗憾这次我们错过了土豆花开的季节 不过没有关系 这次我们也是赶上了当地村民最为期待的丰收季 我们也将跟随他们一起来分享丰收的喜悦 来探寻一下这个贫困村是如何通过土豆脱贫致富的 兰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 因其昼夜温差大 土壤含甲高 使得土豆种植成为这里最主要的农业产业 王家村所处的区域是兰县为数不多的开阔地区之一 正是这个原因让王家村的土豆种植更具规模 也让这里在每年七八月形成连绵万亩的土豆花海 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土豆村 这会儿呢是天刚刚亮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村民康大哥的家门口了 昨天呢我们跟他说好了 今天要跟他一起去土豆地里干活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到底他的土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康大哥 康大哥 来来来 早上好 早上好 您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看您这还有个红色袋子 直接带着这些过去就行了 好 我帮您拿 走 经过大半年的劳作 土豆已经成熟 恰逢秋收时节 向着那片收获的田野 出发 康大哥像村中很多种植农户一样 卖土豆赚得的收入 占经济来源的70%以上 几年前 在村里的帮助下 康大哥联合几户村民 成立了土豆合作社 合作社地址就在康大哥家中 农忙时节 合作社的成员们会互相帮助 这样的模式 无论是劳动效率 还是土豆销量 都能提高不少 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地方呢 就是康大哥家的土豆田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康大哥正在给他的拖拉机 装置土豆收割机 有了机械化的帮助 现在半天呢 就可以完成原本半个月的工作量了 康大哥 现在有了这个 是不是就变得很方便了 现在这个机架也方便多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用这个机器的话 会不会伤害到土豆呢 伤害不到 这个都趴着台海 要敞坏一点 现在机械上都是完整的 土豆收获机始过之处 一个个土豆被完好无损地 翻了出来 但这只是收土豆的一部分工作 余下来的还必须 交由村民们来完成 他们要抓紧时间 将翻出来的土豆 按照个头大小 减实 分堆 装袋 机械与人工的配合 让收获效率大大提高 我看咱们这土豆都特别大 你看这死手拿一个这么大 去年这还要大 是吗 对 咱们现在这个得多少斤了 这个就二斤左右吧 二斤左右啊 一般有时候能做到三斤多四斤 今天能看到吗 看到 那时候常见的 很常见 一会儿您给他 一会儿我又给你找一 找一个出来 王家村的土豆个头偏大 每年会收获不少超级土豆 如果谁家挖出土豆冠军 消息会在村子里迅速传开 得到村民们的赞许 弯腰 起身 再弯腰 动作简单 也无需技巧 机械的帮助 已经让村民们轻松了不少 但这样的重复 与我而言 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这会儿呢 才是干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已经明显感觉到腰酸背疼了 而且大家看到 村民们已经把我落下了这么一大截了 但是我一会儿还得继续把这些土豆都捡起来 最后装袋 所以说 面朝黄土背朝天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真没那么容易啊 前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土豆田 而它所承载的是一个家庭越来越富足的生活 虽然有了高效的土豆收获机 但在一些边边角角起伏不平的地方 收获机无法触及 这时就仍需要村民用传统方式 更细致地将土豆刨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给人家破坏了一个你看 真是不好意思 康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千万不要怪我 挖土豆讲究技巧 挥耙子看起来容易 新手却不好上手 我实在是数不清 这是我挖坏的第九个了 把这边剪 走你 请请请 不是这么个跑法 那这应该怎么 我来给你教你一下 行 离这个得远一点 远一点 远一点 对 您这个怎么一把把这么准呢 这个是 对 我刚才 每天习惯了 见到了 它这个距离是 有一个标准吗 还是什么 起码地这个苗子 十公分左右 十公分左右 看您这个力气 好像还没我大呢 也不用太大的力气 只要你用下去 你看大哥 一刨一个准 而且它 它关键没有 把它直接戳上去 你看 你太专业了 所以就是很 很轻松的 就把一个给刨出来了 从土豆 只能够解决温饱 到今天 依靠卖土豆 可赚六七万元 康大哥家的生活 因土豆而改变 这改变 来自于产量 跳跃式增长 来自于机械化的耕种 与收获 也来自于 合作社 拓广的销售渠道 可赚大哥 现在听说你们有一个合作社 还做得很好 我们合作社 零八年成立 组织五十一户社员 就销售也有很多渠道 合作社是对于这个种植 有统一的管理 还是方方面面都有管理 我们在这个种植上 要求很严格 就是统一品种 统一地块 那没有合作社之前 咱们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没有合作社之前 这个销售很困难 找不到销售 自由合作社之后 我们销售渠道也管了 各个地方 全国各地 都有我们的销售渠道 合作社分工明确 有专门的社员 负责联系客商 在来年五月之前 帮衬村民把土豆 卖到山西 河南等地 而在以前 村民们只能 自己联系买家 不仅收购价格低 甚至常常卖不出去 只能烂掉 如今 在这座人口只有 1165人的 静西山村 像这样的合作社 还有三家 地里的土豆 不愁卖 村民的生活 也就变得更好 正午时分 村民大多会拿出 提前准备好的干粮 凑在一起 吃午餐 康达哥 其实从早上到现在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 就是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发现您是 偷偷准备了这个午饭 这午饭到底是什么 吃月饼 就是吃月饼 对 是咱们每次到的中午 都是吃月饼吗 每年这个土豆 都在这个过了十五之后 家家都是准备的红麻油月饼 红麻油月饼 对 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对 特色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你顺便尝一点吧 可以自己拿 好香啊 这馅是什么的 这个都是白糖 白糖的 尝一口 尝 由于农历八月十五前后 是这里土豆收获的黄金时期 因此一块月饼几乎成了村民 秋收时必备的点心 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 秋风萧瑟 草木枯黄 古人常用文字 将秋天描绘得悲凉寂寥 但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王家村 村民们却用辛劳写下丰收的喜悦 大半天的忙碌 康大哥决定把一部分土豆 先行运回家 丰收让一路的景色 都显得更为美好 也让这一路充满了欢歌笑语 夏天的时候够美 我们这儿还搞了 土豆花儿开 花海盐存在 满山边野的土豆花 连出了大农野兴奋在 咱们这个土豆叫很大呀 康大哥 其实我也看到过很多这个 其他咱们北方的这个地窖 包括这个土豆窖 但是这是我目前看到最大的一个 而且你看咱们的这个驴车 都能直接进来了 不但驴车能进来 就这个小型货车都能进来 小型货车都能进来 随着王家村的土豆种植 越来越具规模 土豆窖的规格也越来越大 几年前当地政府为村民们免费盖起了 眼前的新型土豆窖 每一个窖的长度达到了29米 宽度4米 最高处达到了4.5米 就算是大型卡车都可以直接开进来 这样的设计为土豆的搬运提供了不少便利 康大哥向我们介绍 像这样的一个土豆窖 就可以储存25万斤土豆 而以前的地窖 最多只能储存几千斤 新型土豆窖 储存量的改变 再一次反映了 王家村土豆产量的剧增 康大哥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咱们刚收的这个土豆 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给卖了 还得把它运输回来 再来储藏起来 这么麻烦呢 那个营养地理卖部分 因为现在地理的 就是五毛钱现在的价格 把营养村钱 卖个千毛多八毛 反而能卖更多了 那它的这个质量也不会受影响吗 质量也不会受影响 因为这个窖里头 温度是很温的 那您方便跟咱聊聊 咱们一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吗 我也没有细算 一般也在六千万左右吧 像以前我们也就是个 两三千斤勾置几次 康大哥告诉我们 凭借着重土豆 以及土豆花带来的旅游产业 王家村的村民们 都已经顺利脱贫 可就在十几年前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捧着今晚讨饭吃 王家村土豆种植 虽然有得天独厚的虚伪优势 但是由于曾经品种差 产量低等原因 这里的土豆卖不出去 村民的日子过得很苦 而如今气候还是这个气候 土地也还是这块土地 同样是一群辛苦劳作的人 守着自家门口的黄土地 生活怎么就发生了如此 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从土豆只能解决温饱 到卖土豆补足了腰包 科技助力生产发展 让村民们脱贫致富 王家村所产出的土豆 平均每亩地可以达到 四千到五千斤 光景好的时候 甚至可以达到上万斤 要知道 就在十几年前 这里平均每户一年的产量 都达不到一千斤 那么至关重要 增产的奥秘 到底藏在哪里呢 2009年 王家村的土地 被中国科技协会 定为了定点示范田 几家科研院所 又将新型脱毒土豆苗 交由县里的 种鼠繁育基地进行培育 至此 王家村近乎所有的种鼠 都是这样的新型种鼠 村民们种出来的土豆 也被贴上了科技的标签 现在呢 我是来到了种鼠的繁育基地 我从村民那打听啊 他们都是从这儿 进的土豆种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 到底咱们这儿的土豆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王大哥 我听咱们的这个村民说啊 就在咱们这儿购买的 这个鼠种产量都特别高 您能给咱们说说是为什么吗 是的 这个我们从那个科研院所 引进土豆苗 再用土豆苗培育这个 原原种 原种到一剂种 需要三年的时间 再把这个一剂种呢 提供给这个农户 让他们种植 种植这个呢 要比普通的种鼠 产量要提高30% 这样的话就是农户既能整厂 也能整守 种鼠繁育基地的任务 就是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这些新型种鼠 还具有极强的适应和抗病 抗旱能力 加之农业专家 实时远程指导 使得包括王家村在内的农户们 不必再靠天吃饭 望天兴探 更为重要的是 与十几年前相比 村民利用从基地购买的新型种鼠 产量能比以前增加三到四倍 而产量的增加 也就意味着农户们收入的增加 那么这么神奇的种鼠 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王大哥 这个就是咱们村民们说的 那个品质好产量高的种鼠了 这还不是 这个就是通过托兜苗 把它培育成渊渊种 渊渊种再种一年到渊种 再到一几种 三年时间 才老百姓用的这个托兜种鼠 你看这个 就是渊渊种 用托兜苗种的渊渊种 哎哟 还真的是有这个小土豆 你看 这都是这双渊的 这就是渊渊种 这个是已经有土豆的样子了 对 那咱们村民直接把这个拿回去 种不就行了吗 它需要挑剑 它那个太小了 它的抗抗力 尤其是抗抗力差一点 所以必须我们来 这个条件下来培育 这到农户手里 还得两年三年时间 它们才能种这一几种 一株小土豆苗 需要一年时间 长出针子般大小的圆圆种 再经过一年生长为 鸡蛋大小的圆种 到了第三年 才能长成农户们 购买多种的种鼠 如果只是从外观而言 这些种鼠与普通的土豆 几乎没有差别 因为种鼠的生长 对培养环境的要求很高 所以要交由繁育基地完成 最近几年 基地又采用了 更先进的培育模式 每株土豆苗都可以长出 更多的圆圆种 进而长出更多的种鼠 这样的改变 直接降低了农户们的 种植成本 但还有一个疑问 始终在我脑海里营绕 那就是 这里培育的种鼠 为什么能这么神奇呢 在培育室 我们看到了装在培养米中的 新型土豆苗 王大哥告诉我们 这些土豆苗就是由多家农科院 优中选优 培育出的脱毒苗 正是它们 让蓝县的土豆产业迅速发展 也成为了王家村 依靠土豆脱贫致富的源头 遗憾的是 由于时节的关系 我们没有能见到种鼠的真容 但在繁育基地 看到的一幕幕场景 再一次加深了我对 现代农业的认知 这些圆圆种 土豆苗 甚至不足一厘米的小小苗 都将在现代科技的精心呵护下 健康成长 成为农户们新的希望 带来新的丰收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与土地相伴 春波秋收 如今 随着经济上的富足 王家村村民们的生活条件 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不过 这并不影响村民们 延续着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 山村里的人际关系 依旧像从前那样 单纯而质朴 汤大哥 哇 咱们这做了这么多的土豆的菜啊 秋收已经顺利结束 汤大哥决定办一场风收宴 来感谢乡亲们的帮助 王家村有一个美名 就是鼠燕村 因此 这场风收宴的每一道菜品 也都是用土豆做的 家家户户户用土豆 能做二三十道 这个土豆的菜 这么多菜 就能这么 随便都能做出来 所以就是各种各类 多种多样的 对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 还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分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现在三四口子家 每年自己吃用土豆 一千多斤 能到一千多斤啊 那按您这么算下来的话 那每个人一天就能吃到一斤了 对 那像我们可能 整个一年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十几斤 对 主要以土豆小费为主 以土豆为主 可以做主食 可以做配菜 聚会的院子 是村民王大姐一家 开办的农家乐 像这样的农家乐 村中还有十几家 自从有了土豆花海景区 这个被大山围绕的村庄 迎来了四方游客 不少村民又因此 多了一份收入 康大哥和社员们 在院子里欢庆丰收 一旁的后厨 却是王大姐最忙碌的时候 王大姐 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你会做这个土豆菜不会 土豆的菜啊 那我可能只会一些家常菜 就是炒土豆丝啊 炖个土豆啊 这个我会 我教你做过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就是叫这个摩擦擦 摩擦擦 那太好了 我教你想削皮 这么多都得削吗 做那个菜就是用这个土豆多吗 一道菜得用这么多土豆啊 我把它全削了 行 好的 那您先忙您的 他们做一道菜 得用这么多的土豆啊 既来之则安之 赶紧把这土豆给削了 几公斤的土豆 居然只是一道菜品的用量 这也让我深深感受到 当地村民 以土豆为食 以土豆为生 鼠燕村 果然名不虚传 好嘞 大功告成 笼蒜全部削好了 满满的 一盆土豆 我教你擦 大姐 下一步了 就是把它擦成泥 就这样一直弄吗 行 我来帮你 好 将削皮的土豆摩擦成泥 再将水分拧出 静置 这都是手工提取淀粉的重要步骤 余下的土豆渣会与淀粉再次邂逅 从这一刻起 土豆改变了它的存在方式 我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这道菜会叫摩擦擦 我也十分好奇 成品会是什么样子 口感又是如何呢 叶侧降临 最后一道菜终于被端上餐桌 由于早已打破土豆 原有的形状 如果不是亲手参与了制作 很难相信 这些菜品都是用土豆做的 哪个是咱们今天做的摩擦擦 我只是参与了制作的部分 最后 这个还真不太好 现在你也搞不懂 我给你介绍 这就是今天做的摩擦擦 是这个 就是那个 你看现在是晶莹剔透的 你要不说的话 可能也很难想象出 这个也是通过咱们的土豆 给它制作出来的 因为我刚刚想这个有可能 这个土豆拌菜 这个土豆水煎脚 脚皮是土豆做的 这个是叫 我们当地社交 葛江江 葛江江 对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从黄昏到夜晚 旅梁山区的气温已经很低 但康大哥和社员们的热情 却始终高涨 闲谈 唱饮 大快多一 这欢声笑语既是对过去一年辛苦的犒劳 也是对来年丰收的期待 如果说王家村的土豆宴是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是乡民团聚时的情感纽带 而在整个蓝县 这些独具特色的土豆佳肴 已经成为一种美食文化 世界主粮 中国味道 凉菜 热菜 主食 汤羹 一应俱全 108道土豆菜品 堪称土豆界的满汉全席 去皮 切丝 磨成泥 土豆 在大厨的创作下 与各色蔬菜 肉类 会脆 土豆宴既是视觉的享受 也是在舌尖与味蕾碰撞后的满足 以土豆种植为基础 以土豆花开创品牌形象 又以土豆宴形成美食文化 王家村 这个旅梁山脉腹地的小村子 人们凭借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有限的土地上探索了一条 土豆种植加土豆旅游的融合发展道路 春有脱毒苗育种 下游万亩土豆花海 秋收土豆宴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王家村村民的脚步依旧不会停歇 他们还要将叫藏的土豆 适时陆续出售 为四季的辛劳画上句号 与前几天相比 秋收后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原本的颜色 待到来年春风起 想必又是万亩花海 无尽收获 正如我们王家村村民 从不停歇的脚步 那么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我们又将遇到怎样的美丽乡村 遇到哪些惊喜呢 让我们一同期待